看一下,参数里面有YMD 这个YMD应该会比较没问题 Y的话指的是两个日期之间相差几年 然后大家会考虑到月跟日 然后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 两个日期相差几天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跟前面是一样的 那比较会有差别 比较会有问题应该是后面这个 那后面这几个用的,如果说你将来要计算那个日期 计算的很细微的话 这三个应该都会派得上用场 为什么,因为这个YM的话是指什么 忽略年之后的月 然后YD的话是忽略年 年应该跟年跟月之后的天 那M 应该是忽略年之后的天 所以还包含月的部分 然后一个MD是忽略什么 忽略年跟月之后的天 我这看起来有点 这个这个不是很容易理解 我们用实际的範例让大家 就比较看得懂 那这个地方什么时候用的到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呢 这个有个範例 计算什么 计算 某个员工 他是几岁 几个月有几天 比如说你算一下你到底 到今天为止 你出生到今天为止 活了几 几年 又几个月又几天 那你怎么知道 你又开始要算 用什么算 开始慢慢算 用手指头算 那当然如果说你用Dedive的话 里面配合什么 配合上面这几个 你就可以算得出来 而且很快就可以算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第一个这两个日期相差起年 好像就比较简单 第一个一样跟前面一样 等于什么 直接把Dedive打上去 Dedive的这个地方 很好用 可是他却不会出现 那我们直接打个Dedive之后 把比较前面的日期 逗点一下 然后再加上比较后面的日期 再逗点一下 后面的话加上一个参数 Y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打勾 他就帮我算出来 这两个日期相差 是有 26 年 那因为他这个日期还没超过 应该有超过 后面这个日期有超过他两个多 快两个月 所以有超过 那底下的部分我直接填满一下 我们用更改里面的参数比较快一些些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把它改成M的话 打勾之后 我想要知道这两个日期之间